柳如烟想拍一部电影来纪念他快坠落的白月光 还找了我做男主角 我求他 柳如烟 别这么残忍 别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杨伟男的体身 可他不听 用雷霆的手段逼迫我出演 五个月后 电影星光首映时 被问到哪个片段最令他印象深刻 柳如烟回味着 别说 杨俱达的寒情眼是有几分像阿难 他的话让我显现笑出了泪 你是该好好记着 因为 我的眼神陌生又冰冷 那是我最后一次爱你了 柳如烟 离婚吧 曾经的三金影帝 杨伟男快要死了 柳如烟决定要为他拍一部记录电影 以此来记录他光辉璀璨的一生 作为送给他 最后的礼物 茫茫人海 几百个演员 愣是没有一个让柳如烟看得上演的 在他心里 杨伟男何等风光际月 任谁也比不了半分 所以 他找上了我 曾经的一个十八线小演员 后来因和杨伟男相似的容貌和气质 被迫退出演艺圈 而逼迫我退出演艺圈的人 正是柳如烟 我的妻子 杨巨达 你不是一直想在演艺圈闯出个名堂吗 现在 我给你这个机会 柳如烟将剧本甩在我的怀里 居高临下 如同恩赏 他对我一向如此 冷漠 高傲 不屑一顾 哪怕当初是他主动提出和我结婚 可他依旧觉得 我是他和杨伟男爱情之间的阻碍 可我还是答应了 毕竟我也想知道 这位被粉丝称为 散落在人间的星光的杨伟男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能让我的妻子 念念不忘许多年 答应出演电影星光中杨伟男一角 顿时在网络上掀起了惊涛海浪 许多人都不解 为何会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退圈小演员 来出演贵为三金影帝的杨伟男这个角色 他们根本不相信 我能完美地演绎这个深沉而富有魅力的角色 还有人申巴了我 像我五年前还在演艺圈里跑龙套时 发生的一些事都查了个一清二楚 尤其是我退出演艺圈的那一段 五年前 我在横店当龙套演员 虽然辛苦 却能得到许多导演的赞赏 有个导演曾夸我说 虽然是个只有一个镜头的小角色 可你依旧能认真对待 把小角色演艺出了生命力 是个当演员的好苗子 杨巨答 这偌大的演艺圈 迟早会有你的一席之地 可我没能等到出头的一天 柳如烟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和我签订了十年的合约 她是最大的影视公司的总裁 旗下的艺人各个都能在演艺圈数的上面 所以她找到我将一达厚厚的合同递给我时 天知道我有多高兴 我以为终于有人发现了我这颗蒙缠的珍珠 让我能有闪闪发光的一天 可是我失望了 柳如烟并不是真的看好我 而且不想有一个和杨伟男长相相似 演技不分上下的人继续活跃在演艺圈 她不愿意任何人对杨伟男造成威胁 哪怕这个威胁并没有发生 也要防患于未然 所以签约柳如烟的经纪公司不到两年 关于我的全是黑料 小排大耍 不尊重前辈 羞辱群演等等 虽都不是什么大事 可已经拜光了我仅有的一点路人员 那时 我还不知道一切都是柳如烟所为 还懊恼该如何给自己的博乐一个交代 可柳如烟却在那时候向我伸出手 杨巨达 没关系的 演艺圈待不下去 你就待在我的身边吧 我知道你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 杨巨达 我们结婚吧 所以 我退出了演艺圈 成为了柳如烟的丈夫 一个空有名分却没有几个人知道的 丈夫 关于我小排大耍等事情被扒了出来 网络上对于我将要出演杨伟男一角发出抵制 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我杨巨达的名头 胜过曾经在演艺圈摸爬滚打的好多年 柳如烟很生气 将网络上的一些言论打印出来 狠狠地摔到我的脸上 杨巨达 你真实烂泥服不上墙 给你机会你都不中用 废物 他毫不顾虑地谩骂我 我警告你 如果搞砸了这件事 我一定让你后悔 我弯下身 将散落的纸张一点一点地捡起来 我冷眼看他 柳如烟 这些黑料从何而来 你是最清楚的 因为都是你为了断了我的心图 一手策划的呀 柳如烟测过去那张恼怒的脸 顿时缠了下来 他回头看我 眼里只剩冷意 杨巨达 既然你知道我的手段 就给我安分些 否则 我一定让你变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我忍不住轻笑出声 柳如烟 你别忘了 现在是谁需要谁 我也可以不接这个电影 依旧在家里吃软饭 你知道的 我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在三年前放弃澄清的机会 心甘情愿地做柳如烟背后的男人 吃软饭这个词 实在是不好听的 可因为爱柳如烟 我全然接受 只是有些人 永远不知好歹 我和柳如烟相识 并不是在五年前 我认识他 喜欢他 远远比他想象的更早 其实 我们是大学校友 他是人群中闪耀的星 不论在哪里 总能引起注目 所以见惯了爱慕神色的他 是看不到人群中的我的 不管我多少次与他擦肩而过 他的眼里也没有我 那一回 柳如烟榜头发的丝巾被风吹散 飘然落到了我的面前 我捡起来还给他时 他朝我笑 谢谢你 同学 不客气 仅仅五个字 却让我记了好久 在夜里辗转反侧时 总能想起他当时的笑脸 毕业后 我一头扎进了娱乐圈 追逐自己的演艺梦 而一年后的他毕业了 回归家族企业 成了最大娱乐公司的总裁 多年后再见 柳如烟已经忘了我 他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眼里有过惊艳和错愕 却也仅有一瞬而已 杨俊达 我看过你的表演 很好 你愿意签约我的经纪公司吗 我说 我愿意 因为那里 有我的另一个梦 再后来 我的黑料评出 作为一个小演员 没有资本 已经没办法再演艺圈立足了 那天 我坐在公司的天台上 吹着冷风 抽了一根又一根香烟 柳如烟就是这时候 推开了天台的门 迎着风走到我的身边 拂面而过的风吹起 他漂亮的长头发 他从我手中 接过烧了一半的烟 轻轻吸了一口 吐出好看的烟圈 香烟燃尽 最后一点火星熄灭 他才侧脸看我 杨俊达 你喜欢我吗 喜欢这个东西 有些人自以为藏得很好 却不知早就被人看透 一时间 我正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那些酝酿在心头的话 成了千千结 堵在了喉咙里 诡异地安静了片刻 柳如烟站到我面前 他的目光炙热而滚烫 那一瞬间 我也看到了他眼里浓烈的生气 他勾住我的脖子 吻了我的嘴唇 杨俊达 没关系的 演艺圈待不下去 你就待在我的身边吧 我知道你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 杨俊达 我们结婚吧 那一刻 我的脑海一片空白 我追逐了许多年的一个青涩的梦 如今站在我的面前 用一种极其温柔 又带有蛊惑的声音告诉我 他要和我结婚 风吹进了我的眼里 让我眼里带了些酸涩 我说 好 时隔多年 我终于抓住了我的梦 回到家 柳如烟不在 灯光璀璨的别墅里 只有空旷和寂寥 很安静 安静到能听到我的心跳 才结婚的那段时间 我和柳如烟也恩爱过一段时间 我会在每天早晨 为他做好丰盛的早餐 为他准备好出门的衣服 他也会夸我做的早餐好吃 夸我搭配的衣服好看 再在出门时 给我一个深深的吻 晚上 我会坐在沙发上 等他下班回来 会在他应酬喝酒后 给他端上一杯蜂蜜水 他也总是会伸手揽住我的脖子 撒娇式的在我脖子那里蹭一蹭 然后说一声 杨巨达 有你在真好 可是现在 这个曾经温馨的家 柳如烟已经很久没回来 从杨伟男回国那天开始 已经三个月了 只是没想到 今天柳如烟会回来 大门打开的那一刻 柳如烟已经醉了 亮亮呛呛的脱下高跟鞋 快步朝我走过来 杨巨达 为什么 为什么阿燕会得这样的病 冰凉的手抚上我的脸颊 他迷离涣散的眼睛盯着我这张脸 许久才轻声开口 你们长得这么像 为什么要死的人不是你 一片寂静 我的心也在这一刻疼得喘不过气来 僵持片刻后 我推开了柳如烟 实在是可惜了 柳如烟 我会活得很好 而你心心念念的杨伟男 会被病痛折磨 会死得很难看 或许是柳如烟太在意杨伟男了 哪怕已经醉得迷迷糊糊 依旧会在听到杨伟男 三个字的时候清醒过来 他猛地给我一巴掌 双目含泪地瞪着我 杨巨打 你怎么可以这么很多 柳如烟说话时 声音带着哽咽 一向坚强的女人 在这一刻流下了眼泪 我从未想过 我和柳如烟会有 现在这样凄凉的结局 夫妻三年 恩爱一场 最终只给彼此留下了怨恨 我冷冷地看着柳如烟 她如此在意杨伟男 让我心里生起了 前所未有的嫉恨和恼怒 我靠近她 第一次变得无比刻薄 柳如烟 你别做梦了 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 和杨伟男在一起的 她要死了 得了肝癌的人 死的时候 都是瘦骨灵循面目全非 难看得要命 柳如烟 要不了多久 你就只能去目的看望她了 柳如烟的神色 在我眼前一点一点变得愤怒 的一声 我的头上传来一阵刺痛 接着便是湿润的感觉 从头顶往下蔓延 那味道 心甜无比 柳如烟错愕地 看着自己的手上 拿着的烟灰缸 上面沾上了红色的血液 正是我头顶上的血 柳如烟她 用茶几上的烟灰缸 砸向了我的头 她慌乱地丢下烟灰缸 手足无措地拉着我的衣袖 在这一刻 她的罪意散尽 很是清醒 杨俊达 你还好吗 我 我不是故意的 说着她就哭了起来 我不是故意的 是你不该拿阿燕的生死来刺激我 滚烫的鲜血流到我的眼瞼上 挂在了我的睫毛上 让我的双眼不由地颤了颤 我没说话 我也无话可说 哀莫大于心死 在这一刻 我算是彻底体会了 医院里 护士细心地帮我包扎着伤口 见我紧紧抿唇 她说了一句 如果觉得痛 就说一声 别忍着 我微微摇头 只是静静地坐着 心里的痛 是用什么药都安抚不了的 反正自从知道在柳如烟心里 只有一个杨伟男 而我只是一个 他耍手段得来的提身以后 我的心就麻木了 坐在病床上 看着窗外如墨的夜色 让我忍不住感觉到了爱上 不自觉的 我想起了我以前的日子 我的爸爸早逝 而妈妈呢 疾病缠身 在我15岁那年 还是没能摆脱病痛的折磨 离我而去 临走时 她紧紧握着我的手 双目早就没有了神采 小达 活着的日子太痛苦了 妈妈撑不下去了 好好活着 别怪妈妈狠心丢下你 大学毕业后 我就投身于横店 做起了龙套演员 不论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都拿出12分的真诚去对待 哪怕没有一句台词 哪怕只有一个背影 哪怕一闪而过的镜头 也没能阻止我对演艺事业的热爱 就这样一干就是三年 虽然辛苦 可却乐在其中 每一个不同的角色 都能让我从中体会到不同的人生 那时候的盒饭 我吃的也挺香的 后来柳如烟找到了我 我以为是苦尽甘来 没想到却落尽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深渊 毁了我的爱情 也毁了我的事业 柳如烟是什么时候进入病房的 我没有察觉 直到窗口的夜风吹得我发冷 我才将窗户关好 回身 这时柳如烟就站在我的身后 手里拿着的是我的病例 她颤抖着将病例递给我 连声音都能听出来颤音 上面详细地描述了我的病情 轻微脑震荡 不过没什么大案 休养几天就好了 所以我并不明白 柳如烟一副天大的事情的表情 是为了什么 我没有理会柳如烟 静静地躺上病床 也不知为什么 这一晚 柳如烟会安静地守在我的床头 一夜没睡 轻微脑震荡并不是什么大事 可柳如烟却出乎意料地上心 不顾我的反对 让医生给我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而这几天 她也一反常态 对我温柔起来 杨俱达 医生说了 你要多吃水果 我已经给你削好了苹果 你快吃了 她阴气的眼神 看不出半点虚伪 恍惚间 我还以为我们回到了新婚的那段时间 那时候的柳如烟看我 也是这样的温柔 只是从杨伟男回来以后 这样的眼神就再也不属于我 不过 很快我就知道柳如烟 突如其来的改变是为什么 那天 柳如烟跟着医生出去了一趟 足足两个小时后 才心不在焉地回到了病房 柳如烟坐在我的病床旁 静默了许久 她满眼的沉重之色 阿燕的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 没剩多少日子 我挑了挑眉 不置可否 杨伟男患了肝癌 却迟迟匹配不到合适的肝源 导致病情严重 没多少日子了 这件事大家都很清楚 甚至有疯狂的粉丝 亲自去做肝源匹配 试图用自身去救杨伟男 可惜也没能匹配成功 他的命运好像是冥冥中注定要 英年早逝 成为所有人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柳如烟又是片刻的沉默 杨俱达 你的肝源和阿燕匹配的上 脑子里像是一颗炸弹在里面炸开 一片混沌 片刻过后 我才缓过来 话不用再多说 我也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盯着柳如烟那张美丽的脸看了许久 平静的开口 所以柳如烟 这几天并不是帮我做全身体检 而是在匹配我的肝 能不能换给杨伟男 是吗 此时此刻 心里的极度和伤心交织在一起 让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这是我第一次 在柳如烟面前流眼泪 也会是 最后一次 柳如烟抬眸看我 却忍不住闪躲 杨俱达 捐肝而已 对你没多大影响 可是没有你的肝 阿燕他会死的 杨俱达 我答应你 只要你愿意捐肝 我保证以后一心一意对你 绝对不会再和阿燕来往 我伸手辅住了肝脏的位置 不知为什么 我竟觉得他在隐隐作痛 连带着旁边的心脏也痛了起来 我看向柳如烟的眼睛 柳如烟 换肝手术也是有风险的 我可能也会死的 你想好了吗 柳如烟愣了愣 抿着唇沉默了好久 还是点了点头 我心里提着的那一口气 终于还是泄了 他知道的 他什么都知道 可他依旧选择让我冒着生命危险 去救另一个男人 那我也没什么好顾虑的 我摇头 不 我不愿意 柳如烟 我绝不会给杨伟男捐肝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拒绝了给杨伟男换肝 没想到 柳如烟却没有多多相逼 反而是很快地将电影进行拍戟仪式 进入拍摄镜程 或许是看透了我的不解 柳如烟苦笑起来 肝脏是你的 如果你不愿意 没人能强迫你 杨巨达 你是我的老公 我不会强迫你做你不愿意的事 至于阿燕 或许真的像网上说的 他是天上的星星 在人间待不了多久的 柳如烟将剧本递给我 又继续说 杨巨达 我希望你能发挥你所有实力 把阿燕这个角色完美地演绎出来 他顿了顿 声音又带了些哽咽 你已经看过剧本了 阿燕他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人 这话倒是没说错 我从剧本里了解到的杨巨男 的确是个很好的人 绝对担得起 散落在人间的星光这八个字 杨巨男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 他原本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 可有一天 他的弟弟被人贩子拐走了 导致原本美满的家庭破碎 父亲在寻找小儿子的时候 意外出了车祸 当场去世 母亲也因为接连失去小儿子和丈夫精神崩溃 服毒自尽 独独留下当时才十岁的杨伟男 孤苦伶仃地活着 失去所有家人的杨伟男 靠着吃百家饭长大 一路上摸爬滚打 最终成为了三金影帝 可名利接收的杨伟男 并没有放弃自己寻找弟弟的念头 创办了回家把基金会 专门为那些走失儿童寻找亲人 他曾说 我希望有一天能在这些孩子里 找到我走失多年的弟弟 我也希望那些和我弟弟一样 失去家人的孩子 有一天能找回自己的家人 我尽绵薄之力 希望大家都能一家团聚 那时 许多人都流下了滚烫的眼泪 每一次 是每一次 杨伟男在参加活动时 都会带上一张残缺又模糊的小孩照片 哽咽着请求知情人告知弟弟的消息 他甚至说 如果能找到弟弟 他愿意将所有财产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只是可惜 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十几年 也没有他弟弟的消息 而他自己也得了甘爱 命不久矣 看起来 的确让人唏嘘 让人叹息一声 真可怜 说实话 而我是个专业的演员 拍摄进行的异常的顺利 只是柳如烟每天都会来亲自监制 他就坐在摄像机旁 认真地看着我拍摄每一条 偶尔 我也能听到剧组的人私下讨论 关于柳如烟和杨伟男的爱情 天哪 一直听闻柳小姐和杨颖帝的故事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生死爱情 太好喝了 可不是 只是可惜了 杨颖帝快不行了 哎 玻璃渣里的糖啊 不过我有些好奇 他们为什么没有早点在一起呢 对了 杨具答 你是柳小姐亲自挑选的 你会不会知道一些内情呢 他们并不知道 我是柳如烟名正言顺的丈夫 所以说话时也没有特意避开我 反而还想和我一起讨论 我合上剧本 笑了笑 我不太清楚 其实 我是清楚的 杨伟男虽然是靠实力出圈 也是靠实力当上影帝 可他的粉丝 大比例是女友粉 把他当成男朋友一样 他害怕恋爱会脱粉 会导致事业受阻 所以迟迟不肯和柳如烟 挑破这层暧昧的窗户纸 曾经有一回 命酬喝醉酒的柳如烟抱着我时 喊的是杨伟男的名字 阿燕 我不会成为你失业的阻碍的 如果你不想和我在一起 我就等你 等到你愿意为止 阿燕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包括嫁给别人 阿燕 只要你想要的 我都给你 从你第一次救了我开始 我就只喜欢你 这一段 剧本里也有 孤苦伶仃的杨伟男没前上学 便游走在社会上 年轻漂亮的柳如烟 被喝醉酒的流氓调戏 是杨伟男帮了他 甚至将流氓打得头破血流 他拉着他的手一路狂奔 穿过了无数条大街小巷 最后停留在 染了落日余晖的海练 少年和少女相视一笑 便在彼此心中 落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 后来 杨伟男上学的所有费用 都是由柳家赞助的 他能一路顺利地成为三金影帝 柳如烟名里案例 给了不少资源 他们见我对柳如烟 和杨伟男的爱情并不感兴趣 也时序地转移了话题 杨巨答 你的演技真的很好 等电影上映 一定能火的 对 说起来你真的和杨颖帝挺像的 相似的容貌和气质 演技也不分伯仲 要是早点出圈 说不定杨颖帝的三金都要分给你呢 柳如烟走了过来 坐在了我的身边 那两个群演小姑娘才急忙离开 柳如烟帝给我一瓶水 杨巨答 如果有一天你不能做演员了 你会选择做什么呢 眉头目尾的一句话让我侧目看他 柳如烟 这个答案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早在三年前 他用手段断了我的演艺梦时 就知道我的选择了 柳如烟错愕一瞬 所以你还是会继续留在我的身边 对吗 我却冷声回答 不 不会 柳如烟 找个时间 我们离婚吧 我将翻到柳如烟和杨伟男相识的那一段的剧本 丢进柳如烟的怀里 好好守着你们的爱情吧 别再恶心我了 我的确没想到 柳如烟会再一次用下作的手段陷害我 在电影拍摄过半时 网上开始大面积 爆出我拒绝给杨伟男捐干一事的录音 和我的肝源和杨伟男身体匹配的资料 录音掐头去尾 再加上剪辑 最后变成了这样 不 我不愿意 我绝不会给杨伟男捐干 你死了这条心吧 杨伟男会被病痛折磨 会死得很难看 得了肝癌的人 死的时候都是瘦骨灵循面目全非 难看得要命 我会活得很好 这一回 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暴力 不但导致电影拍摄被迫暂停 甚至有疯狂的粉丝 将我的行程人肉出来 在路上朝我扔臭鸡蛋 导致我只能闭门不出 电影拍摄也进入了停滞 如今柳如烟正坐在我面前 柔软的沙发上 惬意地喝着咖啡 他抹扎着手腕上昂贵的翡翠玉拙 语气平淡地像是 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杨巨答 如今事情闹成这样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说着 他抬眸看向我 嘴角微微上扬 如果你不答应 后果恐怕承受不起 茶几上 是电影星光的签约合同 上面赫然写着 如果因一方原因不能完成拍摄 虚负违约金五千万 是的 我根本就没有五千万 付不起巨额的违约金 我认真的看着柳如烟 你将录音剪辑发到网上 在煽动舆论 就是为了逼迫我给杨伟南换杆 柳如烟 你对杨伟南还真是一片真心 不惜再次动用这么下作的手段 柳如烟脸色明显地白了下来 杨巨答 是你逼我的 如果你从一开始就答应 我又怎么会这么对你 我都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是我的丈夫 即使什么也不用做 也可以享受到最好的生活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说着 他顿了顿 用平板将网上的热搜摆在我面前 你看 现在你已经生名狼藉 如果我不出面帮你澄清 那你这一辈子都不能做演员了 只能做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杨巨答 你别无选择 我拿起冰凉的平板 看着上面不断更新的谩骂 心里一点一点的冷了下去 最终 我还是答应了下来 好 柳如烟 我答应你 不过 我要等到星光上映以后 才能做这个手术 你知道的 换肝手术有风险 我可能会死 说不定这会是我最后一部作品 柳如烟沉默了 他似乎并不愿意继续等待 我冷笑一声 柳如烟 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 那你也休想我给杨伟男换肝 最终 柳如烟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 毕竟电影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剩下的部分日夜加班 相信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 柳如烟有钱 手底下又有的是工作人员 这点事对他来说并不麻烦 不得不说 柳如烟的确很有手段 第二天 他便放出了一段录音 证明之前在网上发酵的录音 是恶意剪辑的 当然 这一段录音也是伪造的 再加上他旗下的水军 不到一天就将舆论翻了个天 热门话题变成了警号 心疼杨具达莫名背锅警号 而我 也在第一时间重新回到剧组 快速进入了拍摄 柳如烟依旧每天来探办 不过态度是不太一样了 之前他要求每一条都做到最好 而现在他只要求速度 如此高强度的拍摄之下 果然如他所愿 在一个月内结束了拍摄 并完成了剪辑 样片剪辑完成 为了照顾杨伟男 柳如烟特意决定 带着我去医院和杨伟男一起看样片 私人医院的专属病房里 杨伟男气弱油丝地躺在病床上 身上插满了管子 看到柳如烟时 他眼神动了动 虚弱地抬了抬手 如烟 你来了 柳如烟连忙上前 握住他的手 你别动 好好躺着 这时 杨伟男才注意到我 看得出来 他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眼里闪过惊讶 难得世上有和自己 如此像的一个人 他朝我咧嘴笑笑 杨具答是吧 幸会 说实话 我对杨伟男是有几分 真心的钦佩的 在几年前 我还在横店做龙套演员时 一度把他视为自己的偶像 我也曾幻想过 有朝一日能和他同台演戏 只是天不遂人愿 我们总是错过 我朝杨伟男鞠躬 杨老师 幸会 样片播放完 杨伟男眼眶湿润 好 很好 如烟 谢谢你完成了我一生的梦想 我从没想过有一天 自己也能成为电影里的主角 柳如烟也跟着哽咽起来 阿燕 你值得 你坚强一些 过些日子 柳如烟欲言又止 阿燕 会好起来的 宽敞的病房里 站着许多工作人员 可只有我在这一刻 显得格外的孤独和可悲 他们感叹于柳如烟和杨伟男之间的爱情 反而我这个名正言顺的丈夫 成了一个局外人 从医院出来以后 之前我提出离婚的要求被柳如烟拒绝 所以我只能起诉离婚 柳如烟 我现在反悔了 要再加一条 如果想要我给杨伟男娟干 那你就答应和我离婚 柳如烟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以为他会为了杨伟男而妥协时 他却深吸一口气 轻声开口 不 杨俊达 我不会和你离婚的 他抬头看着我 紧紧拉着我的手 言辞恳切 杨俊达 等这件事过去以后 我们重新开始 好好在一起 好不好 杨俊达 我的心里有你 重新开始 怎么可能还能重新开始呢 有些事情一旦发生 就已经陷入了万劫不复 谁也没办法挽回他 我看着柳如烟的眉眼 这么多年依旧如同18岁时的他一样美丽 可是眉眼之间的青涩早就变成了算计 再也不是从前的他了 而我和柳如烟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三年婚姻 本就是一场意外 不是同路人 再怎么共行最后也要分道扬镳 我并不难过 我只是在遗憾 遗憾我藏在心里那么多年的少女 不复从前 遗憾我曾付出万分真心的爱情 竟花水月一场空 遗憾我们从未相爱过 我扯开柳如烟紧紧握住我的手 坚定地摇了摇头 不行 柳如烟 我对你的爱 早就死在了你一次一次 为了杨伟男而选择伤害我的时候 星光发布会上 我作为主演上台致辞 密密麻麻的两页纸 是柳如烟亲自为我写的致辞 他说 杨俊达 这段时间的拍摄太辛苦了 其余的事都交给我 你好好休息 柳如烟似乎在讨好我 在从医院回来到 开发布会的这一个星期 他几乎天天都陪着我 甚至为我亲自下厨 做了一大桌子美食 迎上我错愕的眼神 他为湿粉袋的脸颊有些紧张 双手不自觉地捏紧了身上的围裙 那个 我们结婚几年 我还从来没为你做过一次饭 杨俊达 以后我一定会做个合格的妻子 那顿饭我没吃 全部倒进了垃圾桶 没用的柳如烟 我不会再为你心软了 柳如烟 离婚是我们现在唯一能谈的话题 柳如烟忍住眼泪 转身上了楼 她依旧不愿意面对我提离婚这件事 我想 她或许是想用婚姻和爱情绑住我 让我心甘情愿为杨伟男娟干 可惜了 只怕这个世上还没有这样的傻子 耀眼的闪光灯将我的思绪拉回 我随手将那两叶纸丢进了一旁的垃圾桶里 大步走向台上 这还是我第一次 被这么多人围绕 被这么多灯光照耀 柳如烟脸色瞬间惨白 低声呵斥我 杨俊达 不要胡说八道 跟电影无关的事情就不必说了 为了给这部电影热场 柳如烟几乎将所有媒体都请到现场 若是闹出什么事情 哪怕她再有钱也不好收场 可我要的 正是这样无法被一人控制的场面 更何况 这还是现场直播 我忽略柳如烟恼怒的表情 将一段视频在大屏幕上放了出来 正是我和柳如烟在家里谈话 我被迫答应给杨伟男换竿的那一段 柳如烟想要扑上去换掉视频 却被无数记者缠着脱不开身 有记者将话筒塞到柳如烟的嘴边 请问柳小姐 按照视频里的说法 你和杨俊达是夫妻关系对吗 那你和杨颖帝的关系又做何解释呢 柳小姐 那之前在网络上传的沸沸扬扬 关于杨俊达拒绝给杨颖帝捐干一事 是你用来逼迫杨俊达的一种手段是吗 视频里提到再次动用这样下作的手段 意思是之前你还用类似的方法 陷害过杨俊达一次吗 请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丈夫 柳小姐 你强迫杨俊达捐干一事 杨颖帝之情吗 还是说是你们共同的手段 如果手术发生意外杨俊达出了事故 你是否会和杨颖帝在一起呢 铺天带地的问题压得柳如烟喊喘不过起来 好不容易等到安保进场将他和记者隔开 柳如烟大步走上台 对我怒目而视 杨俊达 你跟我玩这套 我吃笑出声 柳如烟 这是你教我的 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而已 他会录音 我就会录视频 在一个人身上栽了两次跟头 我怎么可能对他还没有防备呢 那天和柳如烟达成协议时 我早就在暗地里放好了针孔摄像头 而这场发布会 正是我用来揭穿一切真相的大好机会 柳如烟气得险些喘不上起来 却又迫于在场的媒体记者 不得不将所有怒气咽了下去 杨俊达 事情来得太突然 舞台最中央的巨大水晶吊灯突然脱落 直直地朝我砸了过来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有些人甚至连忙闭上了双眼 不敢睁眼目睹这场悲剧 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却还是在第一时间将离我最近的柳如烟推开 在我被剧痛淹没前 看到的是柳如烟那张因惊吓而惨白的脸 我似乎听到他撕心裂飞地呼喊着我的名字 杨俊达 可杨俊达 只能痛苦而绝望地闭上眼睛 柳如烟翻外 星光发布会成了最近的热点 连续一周热度都居高不下 而此时 我根本无暇顾及那些舆论如何发展 我只想守在杨俊达的病房外 紧紧地看着心电血压监护仪 生怕一个眨眼 他就变成了一条平静的长线 三天三夜 从杨俊达被吊灯砸晕过去 已经三天三夜了 我也想了三天三夜 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 杨俊达会用自己的性命来救我 他明明已经对我死了心 想要和我离婚 永远离开我的 我在ICU门口守了三天 是杨伟男的助理来找到我 他说杨伟男又发病了 十分痛苦 几乎想要自杀 我不得不离开杨俊达的病房 去了杨伟男的病房 他的确是经历了一场痛苦 管子被扯掉 嘴唇发白 双目无神 再看到我是痛苦的喊我的名字 如烟 我好痛苦 如烟 我害怕 我怕我死了你一个人怎么办 我给他倒了杯水 小心翼翼地喂给他喝 别怕阿燕 我会永远陪着你的 喝了水以后的杨伟男慢慢平复了心情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 眼神充满了渴望和袭击 如烟 我什么时候可以换肝 我太痛苦了 我受不了了 我愣住 不自觉地想到了躺在ICU 还生死未卜的杨俊达 杨伟男似乎看穿了我的犹豫 他靠近我 将虚弱的身体靠在我的身上 如烟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是我最重要的人 如果连你都不帮我了 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他眼神越发地暗淡无光 如烟 从我第一次见你就被你吸引 我曾经幻想过 无数次和你一起走向婚姻殿堂 我们会生一而易女 过着幸福的生活 只是 以前的我岌岌无名 配不上你 所以我格外努力地奋斗 只求有一天能站在你的身边 可惜 这一天我等到了 却得了肝癌 如烟 为什么老天爷要如此捉弄我 让有情人不能成眷属 不知道为什么 杨伟男没说一句 我的心都会忍不住疼一下 我好像的确没办法忍受 失去杨伟男的痛苦 我抿了抿发白的嘴唇 阿燕 你再等等 杨俊达他还生死不明 没办法进行手术 杨伟男缓缓坐直了身子 双目如同一潭死水 语气平淡的像是 在说一句无关痛痒的话 没关系的如烟 你是杨俊达的妻子 你可以选择放弃救治 这样就能马上给我进行 换肝手术了 他转头看向我 如烟 为了我 你会愿意的 对吗 这一刻 我毛骨悚然 现在我才明白 我好像并不了解 这个爱了许多年的男人 发布会上发生的事 我以为是一个意外 没想到 我的助理却发现了端倪 他将我拉到隐蔽的地方 巧声道 柳小姐 经过调查 是固定水晶灯的螺丝松了 导致水晶灯意外掉落 可是 我在事发前一天 看到杨老师的助理 偷偷去过现场 他鬼鬼祟祟的 还拿了梯子 助理说了很多 听得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再联想到杨伟男那一番话 很难不让人多想 我深呼一口气 你悄悄地去查清楚 不要惊动任何人 包括杨伟男和他身边的人 助理盯着我看了片刻 点了点头 柳小姐 其实有些话不该我说的 可是到如今我还是忍不住 这些年你对杨老师的付出 大家都看在眼里 可杨俊达对你的付出呢 你有没有用心看啊 我好像 的确是没有用心看过杨俊达 一开始 是一个导演向我推荐了他 说他是个好苗子 迟早能在这个浮华的演艺圈 有一席之地 所以我去了一趟横店 他的确很出彩 哪怕是扮演着一个 衣衫褣的乞丐 满脸污垢也能看出来几分阴气 尤其是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 胜过我见过的所有演员 可是 看到杨俊达的第一面 我想的不是捧他 而是不能让他有出头之日 因为他和杨伟男实在是太像了 甚至在演技上还要更有生活气 更自然一些 演艺圈里 有太过相似的两个人终究不是好事 我不能让他成为杨伟男的替补 我要让杨伟男成为独一无二 所以杨俊达的存在 就是一个会想的烟花 要让他在被点燃之前 彻底熄灭 我跟他签了十年的经济合约 每一条内容看似为他着想 实则都是我设下的陷阱 其实两年偶尔的相处中 我发现杨俊达的确是个不错的人 他对人和善有礼 做事认真负责 经常半夜还在研究剧本 所以他演的每一个小角色都能让人记住 不止一次有导演向我夸赞他 是个好演员 越是这样 我心里的危机感就越重 于是我出手了 那些剪辑的视频和录音 很快把杨俊达定在了耻辱柱上 加上我的暗箱操作 杨俊达之前接的所有剧本和活动都被取消 他很失忆 站在天台上吹着冷风 不知为何 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多年前杨伟男的影子 一个想法在我心里生起 杨伟男为了事业是不会和我在一起的 那和他相似的杨俊达呢 不如成为他的替代品 陪伴在我身边 既能缓解我的相似之情 又能斩断杨俊达对杨伟男事业的影响 一举两得 所以我向杨俊达提出结婚 我知道他会同意 因为他看我的眼神里 全是炙热和真诚 他喜欢我 我知道 结婚三年 杨俊达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完美的丈夫 我也在这段婚姻中感受到了被珍惜 被疼爱 这种感觉 我从未在杨伟男身上得到过 只是我太蠢了 还以为杨俊达真的只是一个替身 助理办事效率很高 也很靠谱 三天 他就将事情查清楚了 的确是杨伟男的助理干的 争取确凿 无从抵赖 助理慌乱地求我不要报警抓他 柳小姐 都是杨老师让我做的 那天我无意中听到了你和杨俊达的对话 知道你不愿意和他离婚 杨俊达也说不离婚 他就不会捐肝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杨老师 他 他就想了这个办法 柳小姐 为了杨老师 你也不能告发我 否则 杨老师是满胸杀人 也脱不了干系的 柳小姐 你那么爱杨老师 只要换肝成功 你们就能在一起了 又何必去计较那些过程呢 重要吗 重要吗 短短三个字 却让我想起了那天杨俊达将我推开时的样子 真的很重要 可是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杨伟男和杨俊达 我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我的助理见我犹豫 不禁叹气 他拿出手机 打开相册 柳小姐 你看了这些照片 或许能有所抉择 照片里 是杨伟男和另外两个男人 很眼熟 我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 正是当初喝醉酒 想要调戏我的两个男人 而照片上 杨伟男递给那两个男人一袋子钱 不用多说 一切了然 我去了医院 杨伟男看上去看了许多 脸色都红润了一点 叫我来了 他欢喜地让我坐下 如烟 你决定了对吗 我们什么时候做手术 你知道的 我现在的身体等不了太久 杨伟男似乎笃定了我一定会选择他 我没有回应他 只是拿出手机 将助理发给我的照片给他看 杨伟男的脸瞬间失去了紧剩的一点血色 你 这是什么意思 我抬头看他 阿燕 你不想解释一下吗 杨伟男神色惶恐 却也在片刻后冷静下来 可能是哪个戏的片段被人拍下来了吧 如此拙劣的谎言 让我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心却无比的平静 这两个人是当初调戏我的人 所以 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对吗 从一开始 就是杨伟男设的局 他早就在物色对象 而我 漂亮又有钱 正是这个他所需要的 所以 他联合另外两个小混混 演绎了一出英雄救美 让我沉沦 然后踩在我的肩膀上 一步一步往上爬 越爬越高 高到顶峰 可是爬得越高 就越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那两个小混混就是他的把柄 所以杨伟男只能一次又一次 用金钱收买他们 杨伟男沉默不语 片刻过后 便是恼羞成怒 他砸了床头柜上的东西 水果 药品 洒落一地 柳如烟 你现在来质问我这些有什么意义 就算我骗了你又怎么样 这些年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我也帮你赚了不少钱吧 我不欠你的 哼 我知道了 你现在变心了 舍不得让杨俊达去死了 所以把这些陈年就是翻出来说 是为了给自己找心理安慰 柳如烟 你真可耻 真恶心 如此风魔的杨伟男我从没见过 在我面前 他从阳光少年到温润如玉的影帝 从来都是和颜悦色 和善亲切 事到如今 我才看到真正的杨伟男 面目可憎 我的心渐渐沉了下去 如此口出恶言的杨伟男 比我得知真相时 更让我觉得心寒 也让我对他最后一丝爱意消散 杨伟男 为了活命 你买通助理想要害死杨俊达 到底是谁可耻 杨伟男此刻 像极了从地狱爬上来要吃人血的恶魔 他惨白如指的脸 怒目凶光地盯着我 扯着嘴角笑了起来 全都怪你啊柳如烟 要不是你不愿意和杨俊达离婚 我怎么会想到这样的办法 我原本已经放弃了求生 打算苟言残喘地活最后的日子 是你 是你告诉我杨俊达可以给我换肝 可以让我活下去 是你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你怎么可以又无情地剥夺 你知道化疗有多痛苦吗 你知道数着日子活有多可怕吗 你知道那种闭上眼 不知道还能不能睁开有多吓人吗 见过曙光的人 怎么可能愿意在黑暗里松开抓住的那一束微光 柳如烟 是你害了杨俊达 也是你害了我 我郑主 从窗口吹进来的冷风 顺着我的肌肤钻进了我的四肢百害 冷啊 冷得我要命 最终杨伟男买通助理制造意外证据 还是交到了警察局 他的助理被捕 而杨伟男身患重疾 保外就医 只不过杨伟男散落在人间的星光的名头 被无情地扯落 在不知名的账号的人肉之下 将杨伟男的过往扒得一干二净 他的确是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 可是他却是个从小手脚不干净的小孩 经常抢别的小孩的东西 而他创办回家把慈善机构 也被爆出洗钱的违法行为 更有知情人爆料 关于杨伟男走失的弟弟 其实是被他故意丢弃 因为他不止一次暴露出对弟弟嫉妒 也曾口出狂言要弄死弟弟 杨伟男所有的善行 都成了他丑陋内心的遮羞部 那部由杨巨达主演的星光 还未上映就被撤下了 我的公司损失惨重 因为我和杨伟男的关系 导致我也被网报和被警方调查 操纵舆论的人最终会被舆论反噬 我和杨伟男都是如此 杨巨达是在两个月后醒过来的 在这个冬天来临时 在一切尘埃落定后 他出院那天正好下起了出血 我突然想起 和杨巨达出狱那天也是这样一个雪天 我们注视着彼此的眼睛 却有不同的神情 如今兜兜转转 我们的眼神出现在对方的眼睛里 他平静而又冷漠 而我双目深情 杨巨达我喊他的名字 那天多谢你救了我 你昏迷不醒的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 以前是我不好 是我对不起你 你和我在一起放弃了梦想 为我付出了真心 却被我一次又一次无情地践踏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我不敢看他成车的眼睛 只是说话时声音越发哽咽 可是杨巨达冷漠地击碎了我最后一次袭击 我们没有以后 你也绝不会有机会弥补 伤害造成的那一刻 就是一个永远的痕迹 柳如烟 如果你觉得对不起我 那就同意离婚 我们各自安好 以后离我远点 杨巨达的声音真的太冰冷了 刺得我心疼 我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远处 冰凉的雪花落在我的鼻间 渐渐融化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脸上滑落的 是融化的血水 还是冰冷的眼泪 曾经很多次 我也是这样对着他 说着冷漠无情的话 毫不在意他听到是否会难过 风水轮流转 该我受着 我最终还是答应离婚 休养了一段时间 杨巨达看起来状态不错 听说 星光的导演十分看好他 决定把最新筹备的 电影男主角的位置给他 这个导演在业界享有圣誉 有他帮衬 杨巨达一定会在演艺圈里 一一发光 他总会走上原本属于 他的那条星光大道 我看着杨巨达渐渐远去的背影 心里越发空落落的 他突然回过头 柳如烟 再见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知道 这句再见 是永别 杨巨达他 再也不愿意见到我 夜幕降临 星光闪烁 我终于明白 原来我曾拥有过真正的星光 他灿烂 明媚 无需点缀也能闪闪发光 可惜 我弄丢了